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爹呀和大姨父你们真好意思啊又喝又吃的 没看见我福袋袋在这里啥都没有吗 妈妈终于给我了一块小薯条 这是我的最爱 哎奶奶你别光录像哦 你要不吃他们都吃光光咯 快点哦 你们看看他们把我的椅子离桌子这么远 我自己怎么也够不到任何食物啊 我知道他们又开始敬酒了 这时特需要我安静 面对这么多美食你说我福袋的怎么能安静呢 妈妈把肯剩的一块羊排骨头递给了我 哎呀太好吃了 这是我的最爱呀 虽然我没有食牙但是我有门牙呀 我在这啃换的知识的啃 他们说哎呀今天的小福袋袋是真安静啊 导游的工作也不干了 你们哪知道啊这个羊排骨头是太好吃了 你看我美的 看看我把骨头上的小肉都撕下来了 看起来大人们要安静的吃顿饭 你们首先要给我们宝宝们准备一块骨头 很骨头的时候是我们宝宝最安静的时候 你看我像不像是一只小狗啊 妈妈又给了我一块骨头 不过肉是被它啃过了 我只能说了说了骨头上的味道不错的 谢谢了你们看我的表情还是很满意的 大人们吃了一个多小时 我啃了一个多小时 咱也不说话 咱就知道啃肉 你看看我的小手油脉滑的 好看不 我一直看着奶奶不要录像了快来吃吧 他们都吃光光了 他们边吃边夸我是好孩子 其实他们不知道 我就是因为有骨头了我才别闹了 有骨头什么都不需要了 奶奶终于上桌了 首先敬大姨父和大姨热情招待 这是新加坡周末的一个生活片段 我们的小导游今天也没有机会给大家介绍 吃完饭大姨就拿出来给我买的玩具 说今天让我吸水 我和大姨俩忙来忙去的这个水管就是接不好 你看看把我急的 我真想说大姨快放下来我来吧 大姨就说哎你快别毛天乱了来我来 我们俩就这样你推我让的再接管子 你看我找到了街头我这擅长插管子了 完了又被大姨给抢过去了 看看这个黄色的能不能用呢 哎对我一岁的小福大人来说太复杂了 等我长大了我就会做了 大姨俩实在看不下去了 过来三下五穿就把它安好了 还说你们娘俩已经安了半个小时了 细水游戏开始了 本来我想好好的玩一玩 没想到今天我撑靶子了 所有的人只要拿到水枪就往往山上浇 哎我都没有还手之力了 况且我还不会怎么样还手 哎真着急啊 来我拿个大的又被大姨抢走了 妈妈给我这个小的 我来反击一下 亲大姨啊你快手下留情吧 你不要再攻击我了 我现在是还不了手啊 我都乘落汤鸡了眼睛都睁不开了 大姨快放放手吧 妈妈快帮帮我呀 大姨又去吸水来教我了 快点 大姨呀你快手下留情吧 妈妈她又教我了 好了 这回妈妈教我如何反击 我也会了 等我长大的 我跟大姨来一次水战 哎呀我的天呐 老爸今天也开始吸水玩我了 太不够意思了 来我拿个粗管子 我要进行反击 我要学会如何去保护自己咯 行了别麻烦了 我就直接拿水管来吃你们得了 这回看看谁敢再跟我战斗 大姨亲我的方式呢就是玩我 她总把我当成个小玩具 扯来扯去的 我真的不高兴 你看大姨偏让我进里面 我妈妈还心灾乐祸的 给我照相呢 我妈的心呢可真大呀 你说我妈妈的心大还可以 你说我奶奶也加入了欺负我的行列 太不公平了 她也用水来教我 哎呀亲奶奶呀 你不能这样啊 我是你的宝宝呀 我生气了 我要把管子了 不然的话你们都欺负我 我开始反抗了 把大姨的拖鞋冷淡 大姨追的往回拿 细水游戏越玩越疯狂 我肯定是弱者了 因为我既不能说话 走得还不稳 我才一岁 你们这样的对待我 等我长大了 我一定要报复回来 观看视频的爷爷奶奶 说说阿姨们 你们评评理 是不是这种细水游戏 我不能再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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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